你可曾见过清朝大夫是怎么治疗抑郁症的吗 只见大夫把完卖并没有问诊开药 反而捂着自己的额头直呼 在吸引了女子的注意后 又转而捂着自己的肚子 这一串操作可把丈夫都搞懵了 他是请大夫来看病的 怎么还在自己家生起孩子来了 谁知大夫竟声称是自己家卷要生孩子 所以他才有感应 丈夫当即更是一头雾水 两人手忙脚乱了好一会 随后大夫又筋疲力尽的起身 一旁的女子瞬间被逗笑 大夫一看有效果 便直接告辞说明天再来 第二天他便准时上门 可丈夫却不乐意了 只因他觉得大夫看过后 女人的病情更严重 但大夫却声称自己是专门来送药的 随即进去端向了女子一番 便说他病情有所好转 而后又称要开一副神药 保管药到病处 谁知他翻遍了身上的口袋 却没找到药 随后又在包袱里摸索半天 但丈夫却已经不耐烦了 想要将他赶走 不料大夫竟趁机掏出一把窝底灰 将丈夫抹成了大花蕾 而后又在另一边脸上抹了面子 丈夫顿时有些气愣 起料大夫竟又对着女子做起了灰 女子瞬间被逗得笑出了声 说不得说不得 感人一定带药了 告辞了 丈夫被他搞得迷迷糊糊 但看着妻子有所好转 便也不再追究 次日 大夫又上门 见妻子气色大好 不但脸上带笑还化了妆 便开始找起了药 包袱里没有 又从身上翻着 最后甚至脱下了外衫 谁知里面竟露出一件女装 你看我把我夫人的衣服穿来了 妻子被逗得乐不开之 随即他又要耍起喉拳 丈夫赶忙阻止 起料女装下竟还有一件 接着他便不顾丈夫的阻拦 打起了喉拳 女子这次笑得格外畅快 但上了年纪的大夫 却因为耍了一套喉拳浑身腰酸背痛 不料第二天 女子的丈夫竟找上门来 扑通一声跪在了大夫床前 你从我家里走了以后 我欺死他就 见丈夫只顾着哭 可把大夫给结范了 赶忙询问病人状况 他 他居然好了 大夫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夫致病专出怪招 让有头疾的人爬树 让胎位不正的孕妇蹲下捡妻子 谁知竟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 但这次却让他碰上了难题 只因女子得了怪病 可丈夫却因心眼小 定下了三个规矩 大夫看病治病 不准吃药不准把脉 更不准针灸 面对位高权重的陈格老 大夫一时犯了难 难道真要我像西文中说的那样 牵线打脉不成 牵线打脉 一言为定 眼看他就被赶鸭子上架 要靠这几十米长的现诊断 他顿时灵机一动 装模作样了一番后 便称是女太多 脉气杂乱无法诊治 不但要是你们都退下 还要让陈格老亲自牵线 这是何道理啊 他随即便解释 夫人久病卧床 脉相必然虚弱 格老与之既是夫妻 倘若能够亲自把线 并往来走动 则既可以因脱氧 以氧补因 老小在这里把脉 既可确诊无疑 陈格老爱气兴气 会退世女后 当真亲自上阵 可他终究是年纪大了 走了一会就有些疲惫 夫人见状也很是心疼 劝他谢一谢 可他一停 大夫就让侍女去督促 非但不能停 还要卖线不可高于夫人的手乱 你就别费心了 我就是把你打出去 我也再说不辞 随即他又起身继续走动 谁知夫人为了不让他再劳累 竟直接拽断了卖线 不料刚断大夫就有所察觉 陈大人怎么卖断了 他怎么知道卖线断了 陈格老当即对他的医术佩服不已 大夫医术高超 虽从陈格老那得知夫人得的是伤寒 但因为不准吃药不准针酒 怎么治病可就让他犯了难 起料在吃夜消食 看见学徒端来的针包 他顿时有了想法 第二天便让人将药材都煮上 又在上面放上笼屉 准备用汗针的方式 让药器进入夫人体内治病 谁知针破桑拿后的小妾 竟针要到病厨 陈格老健壮大喜 当即在家中设宴 要好好答谢大夫 但他却别无所求 只是请陈格老高抬贵手 放了那些之前因梅治好夫人 而被抓起来的郎中门 经此一事后 大夫的名声更是远近闻名 而被放出来的郎中门 也排着队到大夫家感谢他 小孩得了一种怪病 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异装 但只要一触碰皮肤就刺痛无比 太医都对此束手无策 眼看没有办法 王爷竟乱投医 将一位远在姑苏的大夫绑了过来 那大夫诊断过后 随即又问起 这病是从哪得的 四二个贪粮 在后院荷花池边打了个盹 一觉醒来 就浑身疼痛起来 大夫当即就去荷花池边看茶 他绕着梁亭转了一圈 却被一阵鸟叫声吸引 抬头看了看头顶的树 便顿时明了 回去后他就写下药方 竟是要用糯米饭团治病 王爷顿感荒唐 认为他竟胆大的戏弄自己 但在大臣的劝说下 还是决定看看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见大夫将团好的糯米 在四阿哥的肚皮上沾了沾 随后再次触碰 他竟真的不疼了 果真如他所料 四阿哥只是被毛虫着 随即他便用饭团 滚遍了四阿哥全身 全身都沾过糯米后 四阿哥当即伸了的懒腰 在大夫为他擦身时 又大笑起来 王爷王妃也是高兴的不行 起料这时王爷却接到一个折子 随即就要带着大夫一起 马上返回京城 原来是皇上并重驾崩 王爷成功继位 继位后他也没有忘记大夫的功劳 当即便要封他为御医 但大夫一心未明 无愿居住在这皇宫 想要回到民间继续行医 皇上不愿为难他 便准许他返乡 不料他还没走 皇上当晚却突然遇刺 被吓成了失心风 皇后知道他医术高超 连夜就请他过来 他在把不卖后 却一言不发 转而问起了皇后 皇上平日最喜欢干什么 皇上最喜欢打猎 大夫当即想到了办法 决定与皇上一同去打猎 借机将他下回正常 而到了猎场后 他就对着所有人强调 各位大人 今日打猎 任何将士不得动用干戈弓箭 只需伺候皇上一人好生打猎 一切听我指挥 但得了失心风的皇上 却在打猎时将眼前的梅花露 都看成了刺客 吓得赶忙躲到了大夫身后 不怕不怕 来人哪 听见没有 皇上说了 有刺客 快上